AZ疫苗在极度保密下终于抵达台湾 指挥中心公开封检流程 疫苗落地立刻运达低温仓库 食药署人员进行拆箱清点作业 核对疫苗批号清点数量 查核冷链记录抽样检验后就地封存 现场抽出部分疫苗送回实验室进行检验 但到底何时才能打到疫苗 是第一批的疫苗 所以在检验上会谨慎一些 那会花一些时间 会确认品质跟程序都无误 才会放行 所以目前应该不会是 采这个七天的这个方案 原文指挥中心说 或到今天内要快速审查 现在不可行 若依照惯例花上40天 就要等到4月12号疫苗才能放行 目前还没确定施打时间 如果书面相关适合可以更快速 或许可以加快疫苗施打其成 但医护人员 施打AZ疫苗的意愿真的不高 指挥中调查 只有56.2%的医护有意愿接种 不过对于曾出过院内感染的不逃来说 就高出很多 身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本来就应该要施打 因为除了可以增加自己的抗体 我们也第一线人员的风险性较高了 有趣的是台大医院回收六成 问题中最想接种的品牌 还是国产疫苗 面对即将开打的AZ疫苗 台大表示会参考国外做法 对医护分批施打 避免发烧等副作用 影响排班执勤 不过航空业施打医院 比护理人员还要高 有七成以上 大约25000人希望施打疫苗 我们应该有施打疫苗的 会优先排班 显然航空业凶走点施打 增加排班机会 寻回往日荣景 但这批AZ疫苗来台 政治大咖为何不向国外带头施打 前台大感染科医师 说了大白话 林氏璧在脸书上po文 说政治人物的手臂 是要留给国产疫苗的 给他们AZ做什么 我这样会不会太诚实 目前其实像我也还没有决定 我到底如果 我第二阶段 我会不会先打哪一个疫苗 还没有决定 目前AZ第二批 不知何时到货 Covest和BNT也都没有进展 若真的要普遍施打 可真的不知道 等到何时 记者周天杰 曹卓人台北参谋到 不知道 等个儿 明天 Presidential 明天见